大家好,我和前面几位演讲者不一样,他们都有工作PPT,大家所在这个会场上一场就是我的演讲,所以我实在没工作PPT了,所以我决定空口给大家讲。 虽然呢我是空口的,但是我相信我可以让你们记住我,有五点,第一,我刚才看了一下分享名单,12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是来自大陆的,所以我这是独苗啊,同志们,你们要记住我啊,其次,我来台湾有很多第一次,对吧,我这是第一次来台湾,第一次参加了Costco,然后我在来台湾的第一天晚上我去买了张彩票,我竟然中奖了,我还中奖了。 好,然后呢,第三个呢就是说,如果你们记得不得我不重要,你们回去查一下一场,在上一场依然是我的,你们可以很容易找到我,咱们离得很近。 然后,第四个呢就是说,大家一定要记住,你知道为什么吗?因为我可能是你们能够看到的最后一个,以自由行的台湾的。 第五个呢就是说,我给你们讲一下我在来台湾之前在干什么。我在西藏,青藏高原,海拔4300米的地方,我喂了86天的牦牛。我这么苦,你们是不是给我一点掌声。 OK,我们现在的闲话说完了,你为什么要去喂牦牛?工作原因,我去喂了86天牦牛,特别惨。 你不是程序员吗? 对,因为我之前是嵌入室工程师,所以你知道嵌入室这种不像你们写后台啊,或者写前端的,你们可以在办公室做的,我就要带上西藏去喂牦牛去了。 OK,那现在我还剩三分钟,接下来开始正题。因为我正题我说的是,OK,我们如何做好开源项目。 那么开源项目这个问题我只想说三点。第一点是找到你的热爱。 因为其实热爱很重要,开源项目从你开始做到你真正能做好,它产生效果需要已经三年的时间。 三年的时间并不容易,你想如果让一个妹子等你三年,你觉得她等得下去吗? 你去当三年给你女朋友跟别人跑了,三年太难等了。 所以说你在做这个事情之前,你一定要找到热爱。 如果这个事情不够热爱,那我觉得你还可以先去找别的事情做,先不要着急做这个事情。 因为这个事情就算你不做,还会有人做。 毕竟地球离开了谁,一样赚,对吧?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,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,那我建议大家去做一些类似于说我们现代的工业的流程。 因为其实我自己做了很多设计。因为我前两天我就看了一下我Github的那个项目。 我有184个report,各种各样的设计。因为我现在每时都在做设计。 然后什么今天上班,因为我在深圳嘛,然后我回家需要半个小时。 有些时候,一走到工厂,发现没带钥匙。 算了,走回去,走回办公室拿钥匙,然后发现我没有公车了。 好了,今天晚上在公司睡了,又可以玩Hackson了。 然后今天晚上在Hackson,我最需要做项目的。 就经常会做设计。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就是,如果你真的对做设计设计有兴趣。 那么我建议你去找你们公司的产品经理也好。 UI设计也好。 UX设计也好。 你要去找他们学一下。 你不需要学得很深,但你要知道一个基本的皮毛。 这样的话你在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,你可以做基本的设计。 这样不至于让你自己做的项目烂得要死。 因为我自己曾经做过非常多烂得要死的项目。 每隔一个月我可能都可以重构一遍。 因为自己一个月前做的东西实在是太少逼了。 然后最后的一个点呢,我想说就是大家善用工具。 因为其实工具这个点呢,是我们作为开源的人的话, 我们所能够用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 因为我们大陆过来是一个讲师团嘛。 所以我们大家平时会聊说,OK,有人在分享DevOps。 我说,OK,那其实可能我们开源是没有必要分享DevOps啊。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DevOps高手啊。 因为没办法啊,没有人给我派运维啊。 对吧,我只能自己DevOps啊。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,你可以去试着去建一些工具。 比如说我自己常用的,像TRAVOR的CII Secrets, CII这些工具以及一些Deploy的工具。 比如说像Net-Leave, GitHub, PACE。 记住这些工具来帮助你们去完成这样的一些开源项目。 那么这个东西它都会对你去让你能够以很快的速度去完成你的项目。 比如说如果你们翻译一下的话,你们会看到,我今天中午还有一个议程。 那么那个议程呢是,你们可能会在那个Chick上有看到叫, 一个PornHub项目,一个PornHub周边项目的诞生与成长。 对,那个项目呢,我大概用了一晚时间做完了。 所以说,大家一定要用好工具,这样你才可以在一晚上搞定一个Set for Set。 。 HT 。 。 。